看左邊 好 中間 我們的右邊 好 我們請班長說一說他有一篇發言稿 接著是每個黨派會說的 好多謝各位今天出席這個見者招待會 首先向大家道歉 我們在前一個會議 我們在時間上是改遲了 即是擔心了一點時間 所以累你們久等 不好意思 各位 在這一百幾天來的 借逃犯條例 修訂發動的 暴力運動 發展到現在 已經是看到暴力不斷升級 暴力示威者 美其名說是爭取民主自由 但市民所見到的暴力行徑 是既相物又相人的 就不是他們所說的相物不相人 我們見到的是破壞社會秩序 毀壞公共設施 以及衝擊相互相場 最近暴力我們很擔憂的就是 見到的情況是變本加厲的 也都是越來越血腥殘暴 包括沒有差別地 勇打不同政見的市民 他們所到之處 是令人觸目驚心 有些甚至乎 企圖搶奪警槍 是危害 社會安全的 一旦是擦槍走火的話 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很多暴力示威者 是挑戰國家尊嚴 多次是污損、淺踏、焚燒 和侮辱國旗 居心險惡 是危害一國兩制的貫徹 落實執行 以上的所有行為 是絕對不能接受 我們是必須 建制派必須以最強烈的譴責 這一場暴力運動 背後的成因 是一羅羅 積存已久的深層次問題 使得社會 是衝襲著很多怨氣 例如 土地供應緊張 房屋短缺 即使是有瓦遮頭 居住環境也是擠迫有欠理想的 加上經濟單一化 年輕人是難以向上流 等等的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社會 政治上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呢 是環環相扣 也是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這些問題是急需解決 但是也需要時間才能夠解決 連場暴亂呢 不但無助解決這些問題 只會距離解決問題 是越來越遠 我們各位不妨 好心自問 百幾日來的暴亂 解決了什麼問題 為香港帶來什麼呢 相信這個得與失的衡量和結論呢 並不能取得 可以說整體來說呢 這次暴力運動 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的打擊和影響呢 首當其衝的就是基層市民 接種而來的就是中產階層 就算香港現在立刻消除暴亂 優養生息 也都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才能夠復原 各位 合法的集會示威遊行 是絕對沒有問題 也都受到香港法律保障 暴力或者為暴力補教護學 才是大問題 目前止暴制亂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共識 很多人跟我說 單靠呼籲暴力示威者 理性和節制呢 是原目求如是難以奏效的 但是雖然成效不大 我們也都必須在這裡 向他們作出呼籲 我們也都呼籲反對暴力的大多數市民 必須認清和反思暴力正在侵蝕香港社會 我們必須齊聲同心同德地向暴力說不 我們也都呼籲特區政府 必須盡快和盡力有效地制止暴亂 否則長此下去 暴力將會成為一種慢性疾病 香港社會和經濟必會遭受重創 難以復原 如果政府未能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和措施 終止這場暴力運動 將暴徒和他幕後的操控勢力 承之於法 廣大市民是會感到失望 難過和抱怨 希望政府能夠聆聽大多數反對暴力的聲音 切實行動起來 同時採取有效的措施 保護無辜的市民的人身安全 還相互一個安定的營商環境 不要等暴力吞噬我們的社會 多謝大家 我們想發言的其他的議員 先發言 然後我們才做這個提問 好嗎 我想說清楚 我剛才的發言是代表建制派的 之下落為議員的發言 並非代表建制派 他們是要將自己的想法 向大家表述 好 或者Ann姐先說 好嗎 好 今天我們全體的建制派 不同的代表 就建了特首 其實 最主要就是 我們建制派 大家都有感於 香港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香港下一步會怎樣呢 未來香港怎樣走下去呢 怎樣解決目前的問題呢 原則上來說 我們民建聯 是鼓勵特首 要繼續以不同的對話方式 聆聽方式 聆聽方式 座談會方式 聆聽不同的意見 也都鼓勵他多些落區 了解地區的實際情況 和實際的意見 另外 就 目前如何 可以止暴制亂呢 就是我們覺得政府應該可以考慮 蒙面法 或者叫禁蒙面法 因為我們發現 目前很多社會一些嚴重的罪行 都是衍生於一些大面罩 蒙面的人士所為 而這些人士 我們相信也都是非常非常少數的 所以我們呢 就是建議 特首 可以考慮 可以用緊急令去 在一些非法的遊行集會 或者是暴亂場面發生時 才是啟動這個蒙面法 可以用緊急令去蒙面法 可以立一個有日落條款的禁蒙面法 我希望大眾要明白 我們不是說想說這個禁蒙面法 是去阻礙遊行示威 我們認為一般性的遊行示威 就不需要啟動這個蒙面法的 因為大家都是和理非的 而主要是針對事後 一些暴亂場面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激進的人士 當她蒙了面的時候 當她是沒有人知道她是誰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超越了一些 她平時理性時不會做的事 可能她都會做 假如不給蒙面的話 我相信可以減低 他們會做這些不理性行為 也都會使社會的嚴重罪行減低 社會上不同政見的人之間的衝突 也有機會減低的 但長遠而言 我們認為 《無面法》也都應該 根據立法會的通常程序 去作立法 不論是議員提出的數案條例的修訂 這裡有一個困難的 因為就算議員提出的話 也都需要特首去同意 甚至可能是因為影響到政府的運作和政策 而未必能夠由議員提出 很大可能就會由政策局去提出 我們也鼓勵政府去做這件事 另外對其他一些目前的各方面提出很多的回應 我們都收到市民的意見 也都已經轉達了給特首 我們希望特首能夠盡量 真的能夠做到止暴制亂 也都盡量可以盡快 令到香港恢復一個正常的社會面貌 這就主要是我們今天向特首表達的意見 這次其實這個風波對於商界衝擊是很大的 尤其是旅遊業 我的批發零售業和飲食業是首當其衝的 接下來相信財源潮和一個企業潮 其實機會都是會多的 所以剛才我們要求政府 希望可以盡快止暴制亂 第二個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想到一些實際的措施 可以在這麽艱難的時刻 去幫助剛才一些無辜的商界 尤其是首當其衝的商界 可以在這個艱難的過程裏面 讓我們可以度過的 好 好 謝謝 大家聽到了嗎 不用坐 不用坐 你坐 你坐 好 大家好 今天除了剛才幾位議員所說 我們向特首反映的社會問題之外 我也特別提出了 特別關心現在我們社區面對的問題 因為我們收到很多市民反映 對現在社區的很多暴力場面 尤其一些私了的情況 是十分之憂慮 有很多市民覺得現在走出街都十分恐懼 怕一個意見不合就會被人打 甚至在酒樓吃飯都不敢說話 所以這個暴力現在已經籠罩了我們香港 這個問題令到整個社會都人心惶惶 也都令到很多海外的投資者和旅客都對香港卻步 我自己IT行業裡面也都有很多 原本打算來香港開拓市場 或者經香港開拓這個大灣區市場的一些 企業和投資者現在都抱著一個觀望的態度 都說等一下先看一下先 現在都不來著了 所以現在我們不只是本地的旅遊業面對困境 其實各行各業也都開始面對一個困難 很多的項目 一些原本想著新做的一些項目 商業的計劃 其實現在都是膠著的狀態 停滯不前 不要想著只是影響到中小微企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中小微企 都已經叫救命 甚至接下來會有一個結業潮 現在連一些專業的服務界別 也都面對同樣的困難 因為面對經濟不明朗的因素這麼大 很多的項目都不會再做 所以這個經濟的影響 接下來將會非常之深遠 所以止暴制亂現在是當前急務 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我們繼續用暴力 去發表你的意見或者表達的話 其實傷害的是整體香港的利益 是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會受害 另外我亦都今天向特首反映了 就是我對邱班警員被襲擊 多次被襲擊 以及在網上成為一些煽動 去襲擊邱班警員的煽動 越來越多 以及成為主要針對的目標 我表示非常之憂慮 因為昨天大家都看到 也都已經有邱班警員被襲擊受傷 而我們在網上也都看到 有越來越多的一些煽動性言論 是有計劃地告訴別人 如何去佈邱班警員 如何去攻擊和襲擊他們 大家要知道邱班警員 其實在現在每個警員 當值的時間非常之長 往往都是十多二十個小時 甚至更多 放工的時候已經身心疲累 在這樣的情形下 在沒有裝備的情形下 當他回家途中被襲擊的話 其實是面對很大的危險 也都令到警員家屬十分之憂慮 在這方面 我們是不希望看到有任何市民 也都不希望看到有任何警員受傷 所以今天我都跟特首說 如何可以保護到我們的警員 和他們的家人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素 否則其實警隊的打擊 也等於是對香港整體治安的打擊 我們也需要更加強的保護 或者裝備給警員 和邱班警員在沒有裝備的底下 如何去保護自己 這個情況令人憂慮 政府和警隊必須去思考 我在此也再次呼籲 我們地區的市民 雖然大家都很憤怒 但是大家記住千萬不要以暴亦暴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一直去慢慢 這個事件可以平復 回復我們原本一個和平理性的香港 無論你多少憤怒也好 我們千萬不要以暴亦暴 謝謝 我們的觀眾 幾件事 第一就是我在早前在不同的場合 見我們工會的前輩和義工朋友 都有提過 其實大家對於禁蒙面法 都認為有一定的成效 無論是在幫助警隊 在止暴制亂的前線執法的工作上 能夠加強警察的人群管理的工作 以至到減低一些暴徒 他所使用的暴力 都會有正面的影響 所以都重新要求特首仔細研究 以及去想多些不同的方法 當然未有一個指定的時間表 但是我們認為要加快有關的進程 因為大家看到 如果事件再繼續拖磨下去的話 其實對於香港 無論商界也好 以至到我們前線的打工仔女 連找碗飯吃都遇到很大的困難 不單止掉鹽水 可能現在只不過是放一些無薪假 可能將來簡直是失業 這個我們都反映了打工仔的心聲 要求盡快止暴制亂 同時間大家也表達了 對於最近的十一 我相信有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慶祝國慶的活動 無論是星期也好 或者是集會也好 或者是聚會也好 希望政府能夠保障有關的活動 能夠安全順利進行 避免在坊間會出現一些嚴重的衝突 或者是打鬥事件 這個是必須要做的 另外就是 去到接下來 如何確保十一月會有一個公平的選舉呢 因為事實上 方方面面 我們有不少的義工朋友 或者工作人員都反映 其實對於在街頭做一些宣傳工作 都擔心會遇襲 這個我們都請政府能夠做多些跟進 因為事實上 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人權也好 自由也好 或者參選的平等也好 都不能夠保障的話 我擔心這個選舉很難 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下進行 那麼 當然 最後我們也有提及過特首 雖然整件事是由修例所引發的 但事實上 由於整個修例已經全面撤回了 所以眼前這個衝擊 其實已經跟修例無關 而是由於 剛才我們廖議員所說的 一些社會上的結構性 或者深層次的矛盾 以至到 有不少人對於我們國家有一個錯誤的理解 或者觀念 這也是有必要糾正的 否則很擔心 將來這些錯誤的思想 其實隨時都會死灰復然 而引發其他一輪又一輪的衝擊 所以都請政府能夠正視 和盡快糾正 Yunice 謝謝 昨天就是特首第一場 和市民的對談會 我認為整個氣氛 都是平和和理性的 市民亦都說出他們的關注點 大部分市民都關注 現在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進行 和會不會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和監警會 他們的進程會是怎樣 我相信特首會 都希望特首在餘下的時間 都多和市民解釋 現在整個監警會的調查 和他們的報告會怎樣進行 報告之後 特首會怎樣處理這些報告 和調查 如果是有投訴的話 應該怎樣去處理 會不會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會不會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都希望特首會落實地 和市民交代 為什麼有 為什麼沒有 會不會是並時間進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一些比較長時間的教導 教育 就是政府怎樣跟市民交代 昨天也有不少的參與者 都有表達過他們對香港的前景 都有些 有些寄望的 包括一國兩制怎樣繼續運行 2047年 或者香港50年不變 整個方針怎樣處理 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中央和香港的角色 其實市民都是關心的 我剛才也表達了 和特首講了 應該政府在這幾方面 都要多些和市民 作一個溝通 多些和市民交代 現在整個運作會怎樣 令到他們可以平復 現在他們對社會的不滿 謝謝 有什麼問題 Martin 你可以問你 你提到 那裡的警察 想要政府 去做 對決行的行動 解決行動 可你解釋一下 你能夠解釋一下 對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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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ave more concrete actions to terminate or, you know, to terminate their arrest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entire Hong Kong society, and that's why we raised it. What actions are to be taken is a matter entirely for the government. Thank you. But if you don't actually have a proposal to the government, then... Well, I'm not a security expert, and I have never been a police officer, and I've never been in charge of or even participated in the dealing of riots. OK? I've never been in charge of the government, and I've never been in charge of the government. How do you think of this idea? The government is not alway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And I'm going to ask you about the UNICEF. In terms of the UNICEF, actually,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have heard of the UNICE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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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CEF. Do you think of the UNICEF 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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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CEF? Well, what is the UNICEF, the UNICEF in the UNICEF? Well, it's not a legal defense for the UNICEF in the UNICEF in the UNICEF in the UNICEF. 提交報告之後會不會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這是未知數 我們也希望政府可以和市民交代清楚 如果是監警會交完報告之後 他會有什麼後續 會有什麼跟進方法 我有一個想補充 就昨晚有一些既定立場的議會者 就說要同等禁蒙面 在這裏必須要提一提 警方的執法是代表我們廣大市民的授權 亦是得到政府的授權去運作 是執行他的職務 和一些參與集會也好 或者是使用暴力的示威者 其實是不能夠相提並論 因為事實上大家在兩個不同的角色上 不能夠一時同仁去解釋所有內容 同時大家都知道 警例其實都要求警方盡量 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識別他自己的身份 無論是號碼也好 或者是其他證件也好 已經是有相關的條例 跟街上的示威者也好 或者是暴徒也好 他們在沒有任何授權情況下 而作出一些滋擾社會 或者是刀亂的行為是完全不同的 麻煩你了 我想追問問 但那裏你見到民主委和公聯會 都幾次支持 都想問問Yunice和小議員 民黨和自由黨的看法 和拉圈有什麼法律上的地方 是 或者你們 我認為法律上是可行的 但是現在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去推出 以及用什麼形式去推出 也都是要深究 市民對反蒙面法這個法例有多熟悉呢 是不是需要多些時間去作諮詢 以及告訴市民 究竟反蒙面法整個的程度去到哪裡 有什麼要注意 有什麼的exception 就是有什麼例外的情況 我覺得市民是有需要時間去吸收的 所以我會認為 法例是可行 以及應該要進行 但是現在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去推出 以及夠不夠時間作諮詢 我覺得是有深確的地方 我們現在同意沒有違法的 謝謝 我們先同意 可以說一下 您可以說一下 您的意份 就是說 你分明 現在的 要有 保障的 或者 您可以認為 或者 它 I think the anti-mask law itself is a good law to ensure that everyone is fair to show their face while they are doing the protest. It's a good timing now. I think it's one of the issues. Whether it should be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 ordinance is another issue. Do you think people should be consulted further about the whole idea? As I have said earlier, I think the resident or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have more knowledge on what is the anti-masking law first before we're going to enact or before we're going to promote to the citizens. So that's another issue whether it is a good timing to take out the law or to let the people know about the law. So this is what we are doing. I feel like we are getting to it. I don't want you to think that my point of view is a key to theой 我是不是代表建制派的 其實我比較大致是同意unit 剛才所說的東西 但未作出一個深入的研究 但我們也不需要當這個蒙面法 是一個洪水猛獸 因為在外面西方我們比較尊重 所謂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例如德國、英國、加拿大 美國有15個州之類的 都是有蒙面法的 即是不同形式的蒙面法都有的 所以到時我們真的需要做的時候 就要作出一個很詳盡的參考 我也是同意unit的說法 現在是否一個適當的事後 都要認真去思量這個問題 媽咪想問一下 剛才談了這麼多跟特首 其實特首的回應又是怎樣的 對不起 因為我們是講到明 是我們是Adopture Shuttle House Rule 就是我們可以講我們自己講的意見 和自己的東西 帶上我們不可以引述 對不起 請問一下 香港人的民主法案 剛剛在美國參與委員會通過了 即是否普遍的建制派議員 擔心這個法案會通過 其實不是美國國會通過 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 是通過受理這個案件 即是好像過了Panel 即是如果給我們的語言 即是要拿上大會 應該兩個禮拜後才拿上大會 當然是 關於這方面來說 我們是會有一個 將來都會在今日之內 都會有一個 statement 是給大家的 大家請你耐心等開 因為我重要的是 和建制派那方面 大家要 approve了這件事 我才可以再講 好嗎 麻煩你 我想你很快會收到一份我們的 statement 麻煩你 joint statement 請講 你好 剛才 昨天出現了那個對話會 有些人批評說可能時間太短 還有 有說特首 其實思維上 溝通的時候 思維上其實沒有改變過 其實你剛才談完之後 你覺得特首的立場 包括對某一些爭議議題 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以及如何 那個立場 是不是有變更 以及會不會有進一步 例如下區 或者是進一步 有一些比較深度的對話 其實 我很遺憾 昨天因為我有事 我就沒有看到那個 program 但是我聽說回來 大家對那個 那次對話的反應 即內容的反應 和它的進行 社會上普遍是正面的 當然特首也是 和大家之前已經交代過 這個不是一個單一的對話 將來還是會有的 他會下區 不單止是他自己本人 包括司局長 都會去做這件事 去和市民溝通 他好像說有四個方法 還是三個方法 四個方法 我忘記了 他就會推行這件事 所以在將來仍然會有 謝謝 您問見面 一直都是鼓勵 政府和各級的官員 包括特首和所有的官員 都應該多落區 和和不同的市民 不同的界別 接觸和溝通 我相信溝通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政府的政策 或者推出一些想法 都是有點離地 因為他們和市民接觸 直接接觸 可能不足夠 昨天的對話會 只不過是第一步 也是釋出善意的一步 也是我們鼓勵 政府去做的一步 但是我們不希望只是特首一個人 去和下區和市民對話 我們希望各級的官員 都會經常去下區 和大眾市民去對話 深入地了解民情民意 去推出一些 以及推動一些 真正貼地為民的政策 這是我們鼓勵的 所以你說昨天的答問會 我們當然慶幸的氣氛 是比較平和和理性 我相信也是好的一步 至於官員怎樣回應 整個答問會的做法 是否最好 最理想 我相信幾時都有改善的空間 但是先走出了一步 如果你說開一個答問會 然後大家就說 你這樣回答 你以後都不要搞了 我覺得也是封了一個溝通的門 我覺得也是不對的 正如特首也有說過 就是答問會 或者一些溝通的平台 可以有多種形式 多方面 我都希望政府都發揮創意 各級官員都用不同的溝通平台 不同的溝通模式 和不同的港大市民 加強去溝通 了解 深入地了解民情民意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 事實是面對很多的問題 亦都有很多是深層次的問題 亦都是直接或者間接 導致這次整個風波的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我們阻止官員 去跟市民溝通 又或者落去就只是罵他們 或者圍他們的話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理性的溝通方法 因為我們是希望政府 去不斷進步 不斷改善的 我有一句說話 不多的 其實 每一個關係 都不應該建基於 去令對方改變 如果任何關係 建基於要令對方改變的話 這個關係都不是健康 和不會長久 大家應該看 這個關係 這個溝通 其實是想辦法 把大家拉近一點 如果能夠讓大家 舒舒氣 消消氣 已經是做到一定的作用 我的感覺 在剛才會面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 行政長官對那個溝通 和市民溝通 是有誠意的 我想這個大家都是 都是有目共睹的 當時在場的人都會 好 聽了這麼多意見之後 首要 昨天聽了對話會 聽了這麼多意見 有沒有首要第一步 即是接下來的政策 或者是有什麼行動 政府會做 或是你們表達他們的 他不是聽完一場 就跟著做一些事情 因為你將來 知道下一場的人說什麼 可能跟頭一場的人說的 是完全相反的 我想你要整個 過了一段時間 你去掌握到那個民意 你才可以做這一步的事情 OK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